LGD赢下DRG一穿四夺冠 九尾刚加入就成冠军中单 葛米尼怒喷策划 虽然LGD这个冠军含金量不高 但是侧面证明他们买九尾的决定没有错 就在1月26日荣耀杯总决赛打响 LGD一穿三冲进总决赛 DRG则是一路胜者组直入总决赛 有点像是AG跟WB的剧本 不过最后的结局却不同 LGD直接一穿四拿到了荣耀杯冠军 不过这场比赛却引得格米尼怒喷策划 哪吒在线版本的强度太高了 待设基本上没有生存空间 并且哪吒打野出的还是全肉装 过段时间坦克还会加强 如果哪吒不削弱的话 那可能又回到坦克荣耀时代了 这边 我无一个 哪吒 来咯老弟 三分大血装一下 A一下 再来再A一下 再一两下 死了吗 第四血 哪吒死了 加罗也死了 死在那个泉水门口 我靠 这真没办法 这出力去真没办法 越两个塔 兄弟越来将近三个塔吧 从一塔那个位置开始 越越阿塔越高地 活着 这怎么活 这话 你真的没脑子 纯傻子 这怎么活 这都死 装一下A两下 没了 这怎么活 这下罗怎么活 你要告诉我 人家还活着走出去了 然后就是LGD围绕着小洛跟赤城重组 迈入九尾立马就能拿到冠军 虽然含金量并没有那么大 但是DRG RW也算是强队 侧面说明LGD春季赛有可能成为黑马 久尾选择LGD的决定也没有错 没大呢可以嚣张一点 小九直接冲了上去 大招可以帮他给川中 再来直接炫 要秒 秒得了吗 没秒掉 大招没有死 杨宇环倒了什么情况 杨宇环倒了 这一波有机会吗 小杜开出血泊之路 不对劲 哎 别 哎 这关键你先别说 先别说 这关键还没拿到 哦 二王二 差点炸 这波老人家差点炸了 导致的现在是一个散打了 你先别说 还要打就像一波 九尾都没状态了 还要打吗 这有大桥在 不成功打吧 不对劲 他没进到圈 贵贵 他圈没进得去 要一波了 冲进去 点击地 让我们恭喜杭州LGDNPW 拿下荣耀杯 总冠军 冠军呢 含金量呢 肯定是没有多少的 但是呢 也是侧面表明了 这个训练赛的状况 状态还是不错的 总的来说 九尾虽然没有拿到过大赛冠军 但是他的实力一直在线 离开TTG或许是一个不错的开始 毕竟他在 TTG也没有办法拿到冠军 甚至是只能当替补 还不如换个地方证明自己 至于LGD春季赛能走多远 具体还要看他们的磨合 只能说这次春季赛必然会有黑马 大家觉得呢